今天的十點不一樣精選 來關心買房的目標 是不是越來越難達成了 因為營建的原物料不斷的飆漲 我們來看看旁邊的這個表格 其中金屬類 近三年同期漲幅來到了三成 除此之外 如果碳費開增下去 像是舊有的建物要拆除 那麼費用就會跟著增加 這都會讓建商的固定成本 持續的上揚 房價想要向下來修正 恐怕是更加困難 工程大概是針對手購族來做規劃的 大概坪數比較偏小一點 北市新建案一層六戶 小坪數低總價趨勢 手購族一元買房夢 人力的話跟以前前幾年的部分 大概短缺了大概三分之一 施工的時間拉長 那公司的成本就是大幅的提升 天氣冷工人來的沒幾個 已經很缺工 還有缺料問題雪上加霜 我們怎麼樣還是要把它完成 就是比如說混凝土的價格漲 還是要買啊 不然房子還是蓋不起來 就是只能把這些東西 就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了 原料再貴還是得買 現在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藥公約政策開增碳費 建材沒有最貴 只有更貴 政府八波打房 加上供料雙漲還有通膨影響 房市呈現跳漲現象 現在即將開增碳稅 房價似乎更是回不去了 碳費徵收即將上路 鋼鐵水泥大廠早已有碳焦濾 紛紛推出低碳建材 研發過程的高額成本 轉嫁到產品售價 綠色通膨即將引爆 現在主要因為碳稅的徵收 會使得這個銀建的相關材料 包括鋼筋 包括混凝土 包括鋰料 還有包括一些受到碳會影響的 這些銀建的材料 幾乎都會上漲 我們現在估算 它漲價的幅度大概是 直接的成本 就是碳會增加所導致的成本上漲 大概是1.5% 那如果再加上再考量這些 銀料廠商為了要減少 將來這個碳 也就是說在節能減碳方面 做一些資本財的投資的話 那我們預估對這個 銀物料的上漲幅度的影響 應該會在3到5%左右 水泥 鋼筋 輕隔肩等廠商 估計平均漲幅10%到15% 銅價也將調漲 調幅約4.8% 預期5年內 台灣營建業至少增加15%以上相關成本 本來的確二無善爭 這個還有尾巴戰爭 這個的影響 這本來就蠻大的 那麼又是疫情的QE 全美國印鈔票 歐洲全世界都在QE造成了 整個的通膨 物價大幅上漲 建築材料在3年 大概漲了100% 本來一瓶台北市的話 大概是12.5萬 現在要來到25萬一瓶 台灣省大概是以前8萬5 現在大概要來到15萬 我講的是15層樓的 所以這整個的材料的上升 在我經營做40幾年來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現價 我覺得是蠻嚴重的 環境部雖然發新聞稿強調 營造業或不動產業不是碳費初期規劃的徵收對象 但建商一旦面臨建材成本上升壓力 碳費層層轉嫁下 最後可能還是由終端消費者買單 營建成本在不同都會期 所造成房價的影響也會不同 以台北市來講 我們的土地所佔的成本 大概會在7成左右 也就是說 營建施工成本這部分 佔了大概4成左右 3到4成 所以緩運下去 它的漲價幅度 確實大概會在1% 或者1.5% 相對會比較小 但是在中南部地區 營建成本的佔比會比較高 它可能已經高達5成 甚至還要高 在這時候它的影響層面就會比較大 可能會反映到2到3% 但最主要房價的影響 最主要還是跟整個市場的共稅有關 如果供給量太大的話 也就是說需求跟共稅失調的話 那麼可能這個廠商在房價上面 就不敢做太大的反映 碳費怎麼徵收 業者觀望中 淨零碳牌背後勢必要付出成本 但也怕民眾買房負擔 隨著減碳越減越重 TVBS新聞徐昆山 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那麼到底現在幾歲能夠買房子呢 現在有一個數據就指出了 近10年來 民眾貸款買房的年齡明顯的增加當中 40歲以上的佔比衝破了5成 就算不到5成好了 也都已經逼近了相當5成的一個距離了 除了整體的購物年齡 除了整體的購物年齡往後來拖延 國人也越來越晚婚 連帶購物的需求時間點也再度的往後拖延 其實一直都有想買房的打算 但就是礙於現在物價通膨 然後薪水又太低 自己出社會後自己能力可能不到那裡 所以就沒有 就是夢想還是在 本身就住在北市的李先生 目前還是先跟父母住 省去房租費努力存錢 希望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房子 根據內政部的資料 全台住宅價格從2012年第三季的78.96 到2023年第二季的130.8 10年之間就已經漲了66% 房價居高不下 進一步觀察 近10年來全台貸款買房年齡層明顯往上升 2023年前三季在台北的新增房貸族 年紀40歲以上的多達64% 新北也有54% 而六都內包含台中桃園也都將近五成 再看到六都以外的縣市 竟然也是趨於同樣現象 非六都40歲以上房貸族 占比從2013年的39.6% 提高到2023年的48.9% 這代表全台普遍都存在購物年齡往後推遲 由於房價節節攀高 然而平均的薪資水平們並沒有同步走秧 所以要能夠存到足夠的頭期款 來購物的年齡也越來越大 伴隨房價不斷走秧 在台灣買房難已經是一個全面現況 從六都外移到各縣市 想擁有人身第一間房 得花更長時間才能存夠錢 逐科帶動的一個關係 再加上先前的這個疫後資金潮 房價呢跟這個疫情前相比呢 大概都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這樣子的一個漲幅 彰化屏洞一帶呢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漲幅 那最主要呢也是因為像是台中 還有這個高雄台南等等的這個周邊的主力都會區 房價上漲之後呢一個價格外溢的效應 也帶動周邊的縣市的價格呢成長 即便政府祭出打房政策 新清安房貸助攻 但效果幫助卻有限 新清安的部分它已經拉長到四十年 政策上漲之後 我們發現這幾個月的房市買氣 似乎真的是有比較好 你雖然感覺你月付款降低 但是你現在 你要繳的貸款的時間變得更長 然後你要付的總利息更多 譬如說我好我現在四十歲買房 然後四十年的房貸升車 那我真的用了好了 那我等於那我到八十歲的時候 我可能的七八十歲我都還在繳房貸 那個時候我是不是還有工作 收購族年齡越往後延 有可能到了六十五歲退休年齡 房貸都還沒繳清 到時還有沒有能力負擔 也得先思量清楚 薪資跟不上高房價和通膨 買房壓力 增上沉重負擔 擴及到整個青壯年族群 推本新聞叫漢文周宣台北報導 還有中國大陸的車用供應鏈迅速的崛起了 成為了台灣最大汽車零件的進口國 而東協方面也受到了日系車廠的青睞 產能是持續的成長當中 台灣汽車零件業的競爭力 面臨到生死之戰 我們走訪了國內的汽車零件商 在成本還有關稅的阻礙之下 台灣的產品要讓國際車廠買單 困難重重 壓縮機就像心臟是不可或缺的車用空調零件 各式零組件 整面牆排開 水箱 馬達 冷凝器 歐型環 不同規格移應俱全 業者打造完善供應系統 像這個 你可能台灣可能做 可能要四五千塊台幣 可能大陸可能就大概兩千多塊就可以買得到 台灣品質有一定優勢 但業者坦言價格上缺乏競爭力 中國大陸車廠一大堆 都不要做外銷的話 就是光做內銷 他們光做內銷車廠夠多 他們有一定的量 去支持他們去開模具 中美貿易戰 如果中國要出口到美國 多了一個35%的關稅 可是同樣的東西 多了35% 台灣價錢的優勢不見得會很明顯 我們也是都是希望能夠多推我們自己台灣的壓縮機 可是今天我把價錢爆出去的時候 他說你這個價錢甚至比原廠的還要貴 去年台灣車市開出紅盤 全年總銷量達到47.6萬輛 創下18年來新高 但同一時間台灣的汽車零件廠商卻憂心忡忡 因為中國大陸 車用供應鏈崛起 對台灣的汽車零件產業造成威脅 東協也逐漸受到市場青睞 台灣業者正面臨生死之戰 車是好但大部分都不是國產車 去年國產車銷量24.3萬輛 連六年低於25萬 是佔51% 創近年新低 越來越多零件更是從海外進口 擠壓國內業者的生存空間 這是德國的 來到這間引擎零件公司 有進口也有自製 根據統計 去年前十個月 汽車零件進口額突破千億台幣 台灣在地零件廠商越來越難做 坦白講台灣貨沒有那種能力去騙價格 這些東西主要是中國業者開發出來 那就是變成一片鋒海 中國業者東西撐出不起 我們只能期待說他們到中國去買 買了以後不滿意又回頭 但是有一個這一個價格卡在那邊 我們就很難 中國大陸不只內需市場大 以出手就是成本價 各國貿易協定經濟合作 讓台灣業者只能站在門外聞香 你說我們台灣有通過幾個社會的協定 沒有嗎 譬如說我這個產品 馬來西亞顧客跟我講 他說我們的東西相同的東西 台灣的後價格比較高 他可以接受 但是台灣後到了馬來西亞 他的成本大概比從日本買或從中國買要貴的大概30%左右 那貴這麼多你說台灣的產品這個價格上已經比日本產品貴 我們當然很難打進去 中國大陸零件對台灣的威脅實現在進行式 崛起中的東南亞則是未來式 於是有業者早早轉移陣地到越南設廠 早期的話我們在那邊主要也是以服務當地的日系客人 早期越南的市場主要是以中國廠商為主 那後來隨著日系品牌逐漸的進來 那他們在品質的穩定度上面其實相對是比較好的 那也因為這些優勢 那一直從我們進去越南之後 整個市占率就逐漸是被這些日系廠商所佔領的 東協國家內有關稅優惠 處境孤立的台灣成了區域內的弱勢 台灣業者嘗試開拓新局 用ESG來抓住歐盟目光 擴大外銷市場 讓傳統產業有機會走出舊思維 TV月新聞許坤山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你今年大掃除了嗎 其實很多人對於丟東西是存有障礙的 像是旁邊也幫大家列出了 儲物類型最常儲物的這些商品 那我們看到這些儲物症 其實是屬於精神的疾病 通常有幾種特性 包括了不管物品的價值性 反正就是要保留下來 或者跟物品有過度的情感連結 對於保存物品有一些需求 導致患者他們想要丟東西的時候 就會覺得非常的苦惱 這個是我們家目前囤積的狀況 這個只是我就是站在門口 然後從客廳拍進去的一角 東西捨不得丟 雜物堆滿屋內 就連行走都要跨越層層障礙 陳怡秋的母親罹患儲物症 住家客廳房間物品堆積如山 就像資源回收廠 從地板一直堆到半墻高 十分驚人 會高到直接這個房間的 天花板的高度 就是離天花板只剩下 不到20公分或30公分的距離 然後是我們家所有的走道 都只剩下就是一條路可以走 那我發現他最喜歡留的就是紙盒 然後布丁杯 或者是各種空瓶子 有一些我真的是無法歸納 例如說我們家甚至有輪胎 30坪的住家幾乎全部被物品給佔據 看似念舊的行為 卻造成生活不便 甚至影響到健康與家庭關係 那因為他們都抽煙的關係 我們家那些東西的物品上面 全部都沾著那個煙味 我覺得那個煙味是會一直殘留在物品上 它就會成為首位的三手煙 我有跟他說 就是請他讓我保有最後我自己的空間 因為已經重複好幾次這樣的情況 每一次都是他填滿 我又得再把他們搬出來 或者是他又得再把他們搬出來 然後他又再把它填滿 最後使出的大絕招是直接換門鎖 我把我的浴室跟我的房間都鎖起來 然後鑰匙我直接帶走 就是因為我還是會希望可以回到那個我的家 儲物證的患者居住環境大多淋亂擁擠 無法正常使用房子 有強烈想要保留物品的欲望 不管東西有沒有價值 而且總會認為物品是特別的 未來有一天一定會用到 很多人都捨不得把東西丟掉 分不清什麼是用品 什麼是垃圾 小心得了儲物證 但其實儲物證並非老年人的專利 是各年齡層都有可能遇到的問題 儲物證的患者有68%的人 初次發作集中在20歲之前 2%到5%是成年後 但病程是慢性的 會隨著年紀增長持續惡化 後發族群在55歲以上 又以女性占多數 美國精神醫學會在2003年 就正式將儲物證列為獨立的精神疾病診斷 推估盛行率是全球人口的2%到6% 若以全台2300萬人來計算 國內就約有46萬到138萬人 罹患儲物證 囤積症是一個新興的疾病診斷 它被列為跟強迫症 及相關障礙是歸在以內的 個案會不由自主的 一直在收集各式樣的物品 中年以上的人會比較常見 他的人生在哪邊遇到重大的挫折 有關聯的物品就會 可能會買比較多東西這樣 可能如果他的小時候的 經濟條件不是這麼好 那他可能會害怕說 未來他可能有些東西 會不容易去擁有 所以在很多折扣的一個期間的時候 他就會大量去囤物之類的 那有的可能先生離婚 就是或者是有小三 他可能對自己沒自信 所以他就會囤遺物就會特別多 我覺得他就是對應到說 有哪些衝擊 然後他就會用這個物品去解決他 把這個衝擊給消滅掉的那種感覺 那他就會囤那類的物品 想改善儲物證 第一步先學會斷捨離 丟棄確定不需要的物品 對其他物品設定一個期限 並去了解產生過度 屯物的心理成因 以漸進式方式做改善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是詢問說 他哪個物品類別最多 那為什麼他會想有買那麼多 然後我們通常會再加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哪些你是你實際 真正在用的 所以他先去回想說 為什麼他東西很多 然後再去回想說 他當時為什麼要買 然後再去回想說這段時間 他到底用的比例有多少 他如果想通 他就自己會去做一些斷捨離 或取捨的部分 捨不得丟 別以為是念舊 儲物證是種強迫行為 也是一種疾病 應該就醫治療 放掉不再需要的東西 將有限空間留給 真正重要的事物 TVBS新聞 黃棍瑋 劉苑軒 台北 採訪報導 另外根據了 衛福部的最新報告 十大癌症發生人數 乳癌排名第三 平均每34分鐘 就有一名女性 罹患乳癌了 另外年輕人得到乳癌的比例 也逐年再增加 危險的因子包括了 出經比較早 停今晚 沒有生育等等 醫生同時也提醒 有5%的病人 跟遺傳性有關 專注處理公事 開朗的李小姐 是一位三寶媽 兩年前 懷孕24週時 發現自己得到管腔型乳癌二期 很年輕 才35歲 李小姐說 當時是因為姐姐乳癌復發 讓她有了警覺 就洗澡我手一摸 我就摸到一個小硬塊 那時候我一聽完報告 知道我是乳癌的時候 醫生也有給出方案 就是你先做化療 但是媽媽一定會想 那化療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孩子 醫生就說 文獻上是確實是 對寶寶沒有影響 那你可以很安心的就是 打你的藥 先把你的命保住 她只跟我講一句話 我就決定 我要相信這醫生 她就說 其實你的寶寶 比你想像中更要強大 在醫生的鼓勵下 李小姐堅強挺過 種種化療副作用的不舒服 後來順利生下三寶 她說在離癌後 才發現很多年輕病友 有發現 其實乳癌一直在年輕化 我們當初 我姐姐加入社團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年輕乳癌社團 她加入那個社團的時候 其實才幾百人 到我加入的時候 已經是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到現在 我們社團已經快要突破六千人了 所以短短就是說 這個只是知道 搜尋到加入到這個社團裡面的人 已經有這麼多 我們是BRACA2的基因突變 BRACA2就是比較知名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安傑莉娜丘莉 她因為這個基因 她也是有家族史 她因為有這個基因 所以她預防性切除 她的乳房跟卵巢 李小姐的媽媽和姐姐 都是乳癌患者 她以自身經歷 提醒女性要定期做超音波 或是乳房攝影檢查 有家族史的要特別注意 而家人中 也不是只有乳癌病史要注意 那一般乳癌的病 也大概百分之五 是跟遺傳性基因有關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看 你家族是不是有很多乳癌 卵巢癌 攝護腺癌 胰臟癌的這個家族史 因為他們可能共享 同一個遺傳性基因的突變 那大家很容易誤解說 一定要是家族的女性成員 得乳癌或卵巢癌才算 其實男性成員有攝護腺癌 或者是胰臟癌這些 甚至女性成員胰臟癌 你都要注意 根據衛福部最新公佈的 110年癌症登記報告 十大癌症發生人數乳癌 排名第三 個案數比前年又再增加 乳癌的危險因子 包括出今早停今晚未曾生育 30歲後才生第一胎未曾哺乳 有乳癌家族使者等等 跟生活習慣相關的像是 缺乏運動不健康飲食 醫生提醒各年齡層的乳癌患者 都增加並不是年長者就降低了 而飲食是罹癌的危險因子中的 一項關鍵 當然就是第一個 減少油炸食物的攝取 減少肥肉或者是動物皮的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加工品的部分 像是我們盡量是以一些新鮮的肉類 來去取代像是香腸 或者是漢堡肉 以及就是貢丸 這類的加工製品的肉品 對 那在糖分的部分 我們少糖的原則 就是希望盡量減少含糖的飲料 我們多去選擇一些 比較未精緻的顴骨雜糧 像是我們在早餐的部分 我可以是選擇地瓜 掩埋片 來去取代以往我們可能 比較經常吃的一些精緻的麵包 白吐司 白饅頭等等的 營養師提醒像是雞皮 魚皮 都是屬於高油脂 很多人是外食族 要少吃油炸物 多吃蔬菜水果 癌症的成因很多並非單一因素 做自己能做的打造健康體質 遠離癌細胞 TVBS新聞 張智安 王一傑 台北桃園報導 全台有超過250萬的糖尿病病友 而患者需要固定地測量他的血糖 然後調整胰島素施打 但是該如何優化整個流程 來降低病友監控病情的繁瑣呢 現在有專屬的APP推出了 它能夠幫助這些病友們 來掌握正確的胰島素施打 糖尿病是全身性的代謝異常疾病 跟體內胰島素的分泌息息相關 如果身體欠缺胰島素或功能不良 無法將血液裡的葡萄糖送到細胞 會讓血糖濃度升高 最常見為第一型第二型糖尿病 和認成型糖尿病 目前台灣糖尿病患者 九成以上是第二型糖尿病 隨著年齡增加 胰臟的功能下降 離病機率也越高 如果高血糖不積極處理 會很容易引發全身病發症 糖尿病有逐步年輕化的趨勢 那20到40歲的國人 有百分之一是糖尿病 那這個趨勢呢 在過去10年當中也逐漸上升 那我們也發現說20到25歲 得到糖尿病會比同年齡的國人 未來少活5歲左右 那40到45歲的診斷糖尿病的病友呢 他比同年齡的人少活2.7年 那也就是說呢 越年輕的糖尿病 如果沒有得到好好的控制 醫生曝露在高血糖的時間會變多 壯命會變短 千萬不要以為年輕就不會有血糖異常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環境因素影響 造成血糖變高 年輕化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臺灣發現血糖糖尿病增加的最早原因 換言之從某個單一角度來說 幾乎所有糖尿病都發現一個現象 它跟體重可能都有間接的關係 所以肥胖糖尿病的患者當中 其實發病率是高的 所以對病人來說如果減輕體重 對於某些糖尿病的患者 的確可以達到糖尿病 大概會回不到正常血糖的範圍裡面 所以對這種年輕糖尿病的患者 只要規律生活形態有運動 而且他定期做血糖檢測 即便一開始血糖發現異常 還是很有機會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範圍內 研究統計發現 注射基礎胰島素的患者 大約只有三分之一血糖控制 也就是糖化血色素有達標 另外三分之二沒有達標的患者當中 即使有注射胰島素的情況之下 仍有九成患者空腹血糖還沒有達標 主要原因是胰島素劑量 還沒有得到適當的調整 糖尿要先願意規則來驗空腹血糖 接著要定期計算平均值 最後按照醫師指示的範圍 來推算劑量增減 在過去幾年在糖尿病 照顧同仁跟糖尿的長期共同努力之下 很多糖尿都已經 現在在規則自行檢驗血糖了 不過如果談到進一步需要計算平均值 來推算胰島素的注射劑量 這就是許多糖友心中的痛了 目前全台灣超過250萬名糖尿病病友 其中大約有15%的病友 必須每天在家裡自行施打胰島素 關鍵在於病友們 對於每天計算胰島素劑量 有部分的人會有疑慮 因此現在數位醫療新創研發 長效胰島素劑量調整軟體APP 病友在家裡施打胰島素 可精準取得當天胰島素因施打幾量 身為台灣第一個二類的數位療法的醫材 那這個醫材的幫助是 當醫生處方胰島素的時候 也順便處方藝術儀 病人回家就利用這個軟體來計算 以及直接跟病人互動 建議病人的長效胰島素劑量的調整 在家裡面根據你打針的血糖目標區 監測血糖來控制你的胰島素劑量 要增加或者減少 這個是未來我們在台灣 自會控制血糖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以前控制血糖 我們是靠人工的方式來做計算 現在我們不用靠人工 我們靠半人工智慧 我們計算我們打的胰島素量 跟我們血糖目前達標的一個距離 由軟體來幫我們計算出 我們是不是要增加或者減少 胰島素劑施打劑量 利用數位軟體跟工具 代為計算給予建議 那在我們初步使用經驗當中 不管是糖藥端或者是醫護端 的反應都相當不錯 若透過智慧科技介入 能讓病友血糖控制穩定 將造福更多糖尿病病友 TVBS新聞楊青坡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